Hello大家好,我是哈少女 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这样子说话录视频了 有没有想过呀 今天的主题是我拖欠了很久的 所以我就想赶紧今天把它录出来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我的非开刀刷眼皮手术分享经验加建议 是一个非常干货的视频 如果你最近也在考虑做刷眼皮的事情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首先我会说一下我自己的眼部情况 然后再跟大家分析一下手术类型 和我做的手术类型 还有流程以及后续的建议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眼部情况 我首先是一个可以翻成双眼皮的干眼皮 我一直以来呢都是靠我去化妆来支撑我这个双眼皮的 但是缺点就是素颜之后会觉得自己特别丑 落差特别大 我会觉得素颜的自己和杜海涛一般无二 杜海涛我对他没有恶意 只是我觉得我自己素颜的时候特别丑 而且我们家族都是双眼皮 我妈是一个特别霜的双眼皮 我爸也是个双眼皮 结果到我这儿单了 然后我就很不能接受 我就一直都想去做双眼皮这件事情 直到去年2017年12月23号吧 我去做了我双眼皮这个事情 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所以我就赶紧来做这个视频了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手术的类型 做双眼皮这个手术的类型呢 基本就是那么几种 全切 埋线 韩式三点 还有开内外眼角 还有一些其他额外的一些项目 主要的话像全切就比较适合肿抛眼 脂肪比较多 这个眉骨比较低的那些妹子 然后像韩式三点和埋线比较适合 眼部基础比较良好 脂肪比较少的一些妹子 那像开内外眼角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了 你可以平时就这么样去捏一下 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眼距情况 像我就不太适合 我觉得我看内眼角和外眼角应该会很奇怪的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选择我这个项目 首先我就是一个能翻成双眼皮的单眼皮 而且它的项目优点就是 它24小时之后就能沾水了 三天就可以化妆 没有创伤 不需要涂抹任何的修复产品 而且它当天做完就非常的自然 因为我还要给你们录视频 所以它恢复期一定要短 那这个项目正好符合了我所有的要求 我就做了这个项目 然后第三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手术流程 首先呢 你就是先咨询医院嘛 然后确定手术时间 到了当天之后呢 你再二次去确定一下你自己的 要做的形状 那这个地方呢 我有一个经验教训 要跟大家后面说一下 然后呢 你就需要抽血 就可以进入到手术室了 我当时进入到手术室 还以为会有很多人排队过做手术 你们知道吗 结果就两个人 非常的尴尬 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我当时其实也不紧张 但是我非常害怕我的形状会做错 然后我就反复的跟医生去确认我的形状 那这个医生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呢 我都挺喜欢的 所以我也选择了相信他 然后我就直接躺上了那个手术台 我第一次躺上手术台 真的还是挺紧张的 就是直接就是消毒 然后打麻醉 打麻醉这个事情就很多人会想要知道 对吧 我想说因人而异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那我打麻醉的感觉呢 就是非常的酸 非常的胀 然后一边打了三针把 很长诶 就直接从这边扎过来 那你也能忍 但是眼泪会不自觉的就是往下流 打完了之后呢 这个眼皮 我当时就觉得像两块死猪皮一样 在我的眼皮上 很难受很难受的感觉 后来 就是打麻醉的时候 那个护士给我拿了一个减压球 然后他还握着我的双手 我当时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我觉得还是管点用的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 那个医生在你的眼皮上面 缝缝剪剪 没有感觉到那一种缝缝剪剪 然后手术就做完了 很快 做下来之后 那医生 我当时一下地 我就觉得脚轻飘飘的 整个人就已经魂没了的感觉 然后他就让我照镜子 我当时看那个镜子 当时还是有一丝不能接受的 和我当时想的那种 做完了特别自然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还是有点肿的 但是我妈感觉还是很好的 她觉得比她想象中的好 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当时做完的照片 其实还是蛮自然的 医生说不要让我往下看 让我多这样子看看 他说这样子比较容易消肿 比那些全切出来的要好很多 全切的话可能会有淤血 还有肿胀什么的 我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我的咨询师就跟我说 回家就努力多睁眼就可以了 你也不需要涂任何的修复产品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去做双眼皮 他们都需要去抹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个做完之后 就是48小时之内 每隔4个小时你就冰敷一次 后面你就慢慢等 她自己慢慢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恢复时候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双眼皮和淡眼皮 睁眼的时候 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原来淡眼皮的时候 就感觉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劲 就是有点老是困困的感觉 但是现在看东西就感觉更有力了 能睁得更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反正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恢复好了之后 也和我原来的淡眼皮不是一个感觉 然后我现在恢复的是 这边会更窄一些 这边是整体更宽一些 但是我原来翻的话 自己翻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边窄这边宽 所以它做出来这个样子 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自己也觉得蛮自然的 你们觉得呢 很多人还都没有看出来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那个经验教训 我一开始选择这家医院呢 就是因为喜欢他们家形状 当时咨询的时候也能跟我确定 说我能做出来那个 我原来翻出来的样子 我觉得我原来翻出来的那个蛮自然的 所以我就想做我原来的样子 确定好了之后呢 我就交了定金 当时确定的价格是7000多 我就能做下来我这个项目 但是我手术当天到了的时候呢 那个咨询师跟我确定形状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当时告诉我可以做的呀 但是手术那天他又说 那你要做的这个呢 只能是大平行 不然的话只能是那种扇形双眼皮 扇形双眼皮的话 就是从这边眼头直接开过来的那一种 很多人应该知道吧 大平行的话 就是直接这样子很欧美的那种 前后一边宽 不连接到眼头 我原来翻的话 是能处于这两者之间 比较自然的一种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要做这一种的话 也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小切 然后我当时在想啊 怎么还有一个项目 然后我说那就做呗 后来我说那要钱吗 他说这个也要六千多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懵掉了 又要六千多 那我做下来 岂不是一万四千多了 天哪 那我要做这个项目这么贵 我当时就在想 那要不然算了 我要不然就做一个扇形 然后稍微开大一点就好了 我妈就怕我到后面后悔 然后再去做 就有点浪费钱了 后来我们就 好吧 那就加这个钱 然后做这个项目 就是做出来我现在这个眼睛 那就相当于我现在这个眼睛花了钱是一万四千多 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荒唐 所以大家一定要万分确定好形状 之后你再去做 你不要出现我这种情况 那第四呢就是我给你们的一些小建议 首先是从选择医院方面 每一家医院都是风格不太一样的 我建议你们多去面诊 每一个医生给出的建议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一共是咨询过两家 一家是公立医院 一家是私立医院 我的感觉是公立医院呢会相对正规一些 价格会更加优惠 更加便宜一些 私立医院呢是整体服务比较好 更人性化一些 但缺点就是基本的价格都会偏高一些 我选择的这家医院呢就是私立医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做的每一个案例的形状 我都非常的喜欢 然后第二呢就是因为我早年期间 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美妆博主 在他们家也做了一个项目叫生物焊接 这个生物焊接也是类似于 这种不开线的埋线手术 主要的一点就是这家医院的咨询师 他看出了我有挑眉的习惯 挑眉的话就会容易导致这个埋线的线开 或者线变浅 像公立医院那个医生 他就没有看出来我有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其实是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 因为我平时能翻双眼皮嘛 所以我就老挑眉老挑眉 但是我做完这个双眼皮之后 基本很少有挑眉这个习惯了 第二呢就是选择双眼皮形状方面 我自己是觉得双眼皮不是越宽越好 适合自己 合线自然比较重要 如果你们想去参考双眼皮形状的话 可以去那个新养APP里面 去看那些医院的效果反馈图 因为我也是在里面去看的 然后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和咨询师沟通好 以免出现我的情况 第四呢就是建议你们手术当天呢 可以多带一个人心里会踏实很多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 最后呢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我做完这个双眼皮真的比以前 戴眼皮看自己的时候要顺眼特别多 有的时候照镜子都会觉得 嗯 双眼皮没白做 嗯 这双眼皮真好看 甜美白花的感觉 素颜的时候都变自信了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也在纠结做不做双眼皮的话 我建议如果你看自己的戴眼皮都不顺眼 你都觉得自己眼睛小的话 在父母同意知识的情况下 你就去做吧 真的早做早解脱 早做早变美 早做早开心 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我也不排除有非常多人是戴眼皮非常好看的 这个我同意 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当然我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了 不是吗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我支持每一个爱美的宝宝 那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收藏弹幕留言点赞哟 下期视频在这啦 拜拜 比心 好像没有什么辣的吧